北京市衛生局召開記者會公布 確認市內首中人類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綜合判斷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確診病例 確診感染H7N9禽流感的7歲女童 現時在北京地毯醫院深切治療報隔離治療 北京市衛生局表示 醫院在女童發病後15小時 已處方突敏覆及接受中藥治療 目前情況穩定 患者咳嗽等的症狀明顯好轉 並且已經退消 市衛生局表示 受感染的女童父母都是從事活禽販賣 只是接受醫學隔離和觀察 未有出現流感症狀 事實控專家正調查病毒源頭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會人傳人 地毯醫院表示 院方已經做好準備應付禽流感爆發 從這個病例的收治情況來看 我覺得我們普通民眾 對流感的這個流行的情況有一個很高的一個警惕性 我們北京市衛生局 北京市衣貫局的領導也特別重視 在長三角流行期間 我們北京就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因應出現手中確診H7N9個案 北京市加強防控工作 啟動防控指揮部門工作 停止活禽交易和信架放飛 社會蓄保護門uko 香港星期間電視ckdsa